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房天心走出阴霾 与王硕牵手 并在父亲的指导下 与万家关系越来越好 房小龙在父亲的帮助下 牵手了面房 不仅成功求婚礼月月 还与生母范美西相振 这一切都看起来非常的完美 这门电视就用当被影视快搜 收看 幸福一家人全部剧情 可是房永福还是倒下了 他在三个孩子面前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了 孩子们呼唤着父亲父亲 也没有回应房 天心问道 房天忆为何如此时 房天忆摘下眼镜说出了事实真相 对于癌症患者来说 开心的度过最后几个月就足够了